儿童插画速写 临摹突击 光看这厚度就知道这本书有多全面了吧 头像 动态 动物 场景 一个不少 而且这个画风真的太可爱了 其实在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能拥有一本这样的参考书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样了 在我小时候 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 想画个东西真的太难了 找遍了所有课本都找不到一个满意的 能临摹出一幅像样的作品更是实属不一 而现在有它一本搞定 想要入门它也很简单 准备一个本子 一根铅笔 还有一块橡皮就可以了 前期它会告诉你一些基础线条的运笔手法 还有一些简单的排线技巧 然后是不同人物头像的定位方法 五官的简笔画法 以及不同的头发怎么分组 还有人物 这个两头身的小朋友也太可爱了吧 还有这个小老头 这也太治愈了 咳咳 然后列举了一些人物动态的表现方法 用火柴人起行的一些难度和技巧 学会了这些就可以开始正式临摹了 从头像开始 你看啊 各种小男孩小女孩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神态和表情 你想要画啥样的都有 关键是对新手还特别友好 真的很容易上手 几乎没有什么特别难画的 然后头像画完就该画人物动态了 不同的姿势 不同的动作 这真的太全面了 你随便画几个拼到一起 就可以讲一个故事或者出个版报 我觉得这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 可以拒绝这个机会 后面还有一些可爱的小猫啊 小狗 小猪啊 可以搭配着使用 然后是人物场景这一块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有些难了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一些场景透视的知识 虽然这个作者没有明说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能把前面这些头像啊 人物啊都画出来 那么再画这些场景就一定没问题 总的来说 如果你对画画感兴趣 但是又因为苦于找不到素材 没有灵感而发愁 那么这本《灵魔画集》 一定是你的不二之血 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